这是绝对有趣的一个案例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拒绝从北京调到长沙被开了 员工要求赔偿14万公司海员 官司一直打到高院 法院就判了 劳动综策ID点属于劳动合同中的重大事项 劳动合同旅行过程中 入员单位对工作地点的调整 如果对劳动者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然而湖南一公司北京分公司 就因违反上述法律吃了大亏 公司未以员工何某某协商 以办公室装修等油 单方面将其工作地点变更为长沙 并要求限期到岗 何某某当即表示拒绝 并指出公司为协商 单方面调岗是违法的 同时未在限定期限到岗 公司一怒之下 便以何某某矿工解除劳动合同 经过中裁一审二审 以及省高院再审 最终以何某某获赔14.26万 这个官司要打到了高院 一审二审的公司违法了 最后高院还是 我看啊 这个挺挺多呀 打到高院 高院最终 还是维持这个原判 这个有意思地方就在于啊 不是有一个雄安吧 这个怎么办 这个判例在这里放着了 那雄安怎么办 谁该去雄安呢 费尽巴脸的好用于搞到北京 好你又把我搞到河北 是吧 好用于身传万贯了 你突然让我一批如洗 不去 不去 这个法律支持你 好用啊 好用啊 但是我别说 我把你搞到 就不是